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居士论》当中现在讲的第四品 第四品里面前面已经讲了 无标色和优标色之间的差别 那么今天就是讲 我们昨天前面现在讲的具有的道理 也就是说优标色和无标色 在众生的相续当中怎么存在 怎么具足 这个道理前面具有 这个无标色的道理已经讲完了 今天就是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具有优标色 就是具有标色的道理 那么这个真实宣说和旁俗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真实宣说 真实宣说的话 优标色者予一切 真作现具未色见 何具过去未来 无未来 有无福也无过去 这里说优标色和无标色 有些地方也是不相同的 不管是你说什么我们别解脱戒 还是说什么恶戒 或者是中戒的话 那么优标色在一切时候 正在做这件事情 还没有舍弃之前 这个刹那没有舍弃之间 现在的优标色还具足的 然后第一刹那过来以后 具有过去的优标色 未来的优标色就是没有的 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未来的信还没有产生 因此未来就是无未来 然而有福无济法和无福无济法 就是没有过去 从此当中这样讲的 无论是戒 恶戒还是中戒的优标色 来自身与现在 与第一刹那的上位色气之间 一直是具有的 就是我们不管是书什么中戒 恶戒 还是书什么戒呢 凡是你当书这个戒律 然后从第一刹那没有色气之前的话 它现在的优标色是一定要具足的 就是优标色具足的 第一刹那以后具足过去的优标色 未来的优标色是不存在 因为它是不随行者之谷 就未来的优标色 所以它这里不管我们书戒还是恶戒 现在和过去的优标色应该具足的 那么过去第一刹那间以后 如果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违缘的话 它还是具足的 现在的话它没有色气之前具足的 这个意思 有福无计法和无福无计法 不仅是不具有未来的优标色 跟前面一样的 未来的优标色都不具足的 未来的优标色是不具足的 就是说过去的优标色也是不具足的 它也是有始终的一种说法 他们宗派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那么它不仅是未来的优标色不具足 然而无福无计和有福无计这两个无计法 那么过去的优标色也是不会具足的 就是不会具足的 不具足也不具有 这是由于它的力量薄弱 而不能与过去得顺项链的缘故 他这里说一方面 它力量很薄弱 力量薄弱的话 有福无计法和无福无计法 它如果要过去的得顺项链的话 必须要力量强大 但是无福无计和有福无计法 不相跟善恶 因此它就根本不具足 还有在知识当中也讲了一些 为什么是力量薄弱 然后不随心 这些原因也讲了一些 下面是庞书 成为恶劫即恶行 破戒与也即也倒 那么下面我们三戒 讲前面戒律的时候 也有几个不同的名称 那么这里恶劫也同样的 它有不同的几个名称 既然说 属恶劫居善无表 那么为什么说恶劫呢 因为恶行不是戒律 故称为恶劫 就是它那个恶劫的话 它不是真正的 端处轮回根本的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的戒律 因此它叫做是恶劫 也称为恶劫 由于属到圣者的何者 故称为恶劫 比如说它是属了一些恶劫 恶劫的话会受到人们的这种恶劫 也受到了圣者和诸佛菩萨 也是比如说有些是妓女或者是屠夫 他是一辈子当中要 他受了恶劫的话 那么都会受到恶劫的 因为是戒律的违凭 因此也可以叫破戒 本来是他没有输过戒 但是他是戒律的违凭 因此就可以称之为 叫破戒 坏戒 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是所作之行 故称为业 他也是通过这种行为 做的事情 比如说屠夫的话 他是杀生 杀生为业 那么杀生为业的话 也是一种事业 他的一种造罪业的一种事业 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业 由于是毕业之途径 故称为业道 那么通过这种业 他也是 可以说是他这样的恶劫 就是造恶业的一种途径 因此称之为业道 也可以称之 业道的话 可能下面还有阐述 但是他也有不同的这些名称 就是不同的这些名称 下面讲宣说四种分类 宣说四种具足 受中介者心软骨 若作则具有优标舍 舍其优标尚为胜 舍其优标尚为胜 胜者责物优标舍 他这里呢 优标舍和无标舍都具足的 然后呢 就是优标舍已经具足 无标舍不具足的 无标舍具足 优标舍不具足的 一切都不具足的 总共有四种分类 我们整个从众生的相续来分的话 也可以说是 这个无标舍道德具不具足的话 我们可以分四种类倍 那么第一个呢 下面这个颂词当中比较容易吧 他这里只是在颂词里面说两种 说中介者心软 比如说他那个数中介的话 如果是心很脆弱 很脆弱的话呢 那么他的这个所作呢 只是具有优标舍 就是不具无标舍 因为心如果强烈的话呢 他这个无标舍和优标舍都可以得得到 但是呢 有些数中介的话 我们昨前天也讲了 就是这个数中介是 心如果这个脆弱的话呢 他不能引发无标舍 因此他只有具足这个优标舍 这是前面两句的意思 然后舍弃优标舍尚未产生 然后这样的这个圣者呢 就是只有这个无标舍 就是没有优标舍 这个无有标舍 就是他呢 就是这个无这个优标舍 就是没有这个优标舍 也就是说是只有这个无标舍 就只有无标舍 比如说以前是一个圣者 后来呢 就是他把这个无露的这种禅定的这个 这个优标舍呢 就是全部这个 也就是说是这个优标舍全部这个设计 然后呢 他死了以后呢 就是他这个入胎 入胎的时候呢 还继承当中的这个优标舍 还没有产生的话呢 那么他相续当中 圣者的这个无露舍的无标舍是具足的 但优标舍呢 以前都已经舍弃了 就是以后都还没有这个生气 就是就是这个 无标舍具足 优标舍不具足的 就是这样一种类别 然后我们现在有些这个书戒的人呢 就是优标舍和无标舍都具足的 像无色舍的众生的话 优标舍和无标舍都不具足的 中国有四类 具有标舍而不具足无标舍等有多少种类呢 就是有四类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具有标舍而不具无标舍 以前是没有这个无标舍 就是属中介者 如果由于现在的心微弱而知识生于心 这具有标舍而不具足无标舍 就是他就比如说 就是短期的一些数戒吧 就是也就是说中戒吧 那么说了这个中戒的话 比如说他输了三天的杀身 或者是输了三天的顶礼 就是我要杀身 他有这样的终结的话 心如果软的话 心如果脆弱的话 那么这个无标舍不能引发的 然后优标舍呢 就是当时他正在杀身的话 他的这种优标舍的行为也有 或者是他当时磕头的话 他的这种优标舍也是具足的 所以则有优标舍而不具足无标舍 原因是以前不具有无标舍 现在的话也不能引发无标舍 因为他终结的时候 如果心脆弱的话 就是不能无标舍的 就是有这种情况 这是一种 然后第二种情况 不具有优标舍而具有无标舍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样的呢 前世的优标舍已经舍弃 比如说以前我们下面讲的第六品的时候 有一些圣者有一些依赖过吧 有一些圣者依赖过的话 然后他转生到欲界吧 那么他死了以后又转生的话 他以前的优标舍的这种舍全部已经舍弃了 然后他刚刚入胎 在住胎的时候 他这辈子的圣者的行为 在他的身体当中根本没有任何优标舍 所以今生当中的优标舍还没有生起 以前的优标舍已经舍弃了 这样的话 那么正在住胎的圣者的话 实际上他的现实当中 无路的优标舍还是存在的 像这种情况而言的 前世的优标舍已舍弃 后世的优标舍未舍弃 未胜的圣者菩提切勒 只具有无路的优标舍 而不具有优标舍 他不具有优标舍 因为优标舍前世的已经舍弃了 今生还没有生起 因为前世优标舍在死亡的时候已经舍弃了 何时的优标舍他还没有 比如说他刚入胎的话 即生当中的圣者的一些优标舍的行为 任何也是在他的 他本来我们住胎不是有七个阶段吧 七个阶段的有些比如说鱼形 桂形 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上根本表现不出来 任何现在圣者的无路的优标舍 根本优标舍表现不出来 所以他这种情况来讲 优标舍不具足 无标舍具足 前面是无标舍不具足 优标舍具足 有两种情况 然后第三种情况 即具有标舍 又具无标舍如我等众生 这里面说是我等众生 我等众生也是有时候不一定具足 所有的众生都不一定具足 意思就是说他这里 其实有些刚才无标舍具足 游标舍不具足的话 圣者它是主要而言的 还有一些凡夫的话实际上也可以有的 比如说凡夫他以前有禅定戒律 禅定戒律的时候也有无标舍 也有无标舍的话 那么前面的优标舍已经舍起了 后面的优标舍还没有舍起的话 有些个别有禅定律义的话 他在中间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只不过只是所有的凡夫不一定是具有无标舍 所以他从圣者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是肯定具有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其实有些凡夫舍也有这种情况 讲义里面是主要而言的 那么他这里讲 游标舍和无标舍都具足的话 就像我们有些书戒的人一样的 有书戒的话 他相续当中有别戒头戒的无标舍 然后他在课头 或者是他在数次戒律的言行的话 也表现出游标舍 所以游标舍和无标舍 都是在他的行为当中可以表现的 这是如我当众生 然后第四个情况 既不具有游标舍也不具有无标舍 这是除了前三种情况以外的无色戒的众生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无色戒的众生的相续当中 因为无色戒他没有无标舍也没有游标舍 游标舍更没有他身体都没有 语言也没有说话也不能说话也可以吧 当时也不会有什么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也不会造恶业 然后现在是讲得识 得识分得法和识法 然后第一个得法就是戒的得法与恶戒之得法 还有中戒的得法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戒之得法就是如何获得和如何从何获得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如何获得呢 禅定无露戒是得法和别解脱戒的得法 就是将两个方面来去说的 然后第一个是禅定和无露戒是怎么得的呢 现在我们无标舍的戒 无标舍的戒以前是在众生的相续当中不存在的话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获得呢 首先禅定戒以顶底得 无露戒以圣道得 圣道火 禅定戒律就是通过禅定如顶而得到的 无露戒律的话 就是依靠圣者的修道 最后获得了正道的时候 才得到这种无露的戒律 若问禅定无露戒是如何获得的呢 禅定所生的依靠位置顶以正产而得 而因为与彼等一起产生之国 比如说位置顶 位置顶通过轻作 他通过尽情地修持禅定而获得的 然后他的正产和殊胜正产 不用轻作自然而然 依靠位置顶的能力 最后在无间道的时候自然而然获得的 这是禅定戒的得法 禅定戒是怎么得的呢 就是这样得到 然后无露戒就是依靠圣者的无露道而获得的 依靠圣者 这是我们讲第六篇里面 得这种无露戒有两种途径 一个是以世间道 就是离探者的修行来获得的 一个就是通过出世间的 出世间的获得的 总而言之得圣者过位的时候 比如说四种内之人和四种法之人 也就是说是十六形象 十六形象最后正得的时候 获得了圣者的过位 这个时候你获得了无露的道 也就是说无露的戒 这个时候得到的 无露的戒是依靠圣者的无露道而获得 原因是具有无露妓女奴笛之矣 因为它具有无露的 前面所讲的几女奴笛之矣的境界 它的相续当中是具足的 因此获得了无露几女 也就是说是无露戒 下面是别解脱戒的得法 真实宣说和旁俗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真实宣说 所谓别解脱戒者 以他优标色等得 那么所谓的别解脱 我们前面讲的七种别解脱戒 是依靠别人的优标色而得到的 语言的优标色和身体的优标色而得到的 就是优标色而得到的 那么别解脱是这样得到的呢 所谓的七种别解脱戒是 从清教师等他人的优标色中得到的 这个清教师是要求让你顶礼 要求让你重复他的解脉计从等等这种方式来 然后他还通过清教师对你配数字等等 就是由这种方式来获得的 等子的意思是他这里大家都获得的方式 当然是优标色以这种方式来得到的 通过优标色自相续当中是获得了无标色的戒律 首先是应该用优标色来标识 标识以后的话 那么在他们的相续当中的这种无标色的这种戒律 也就是说自己也是获得的 那么他这里事实当中也是有的 意思就是说不仅仅是优标色获得 通过优标色而获得的 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他从此里面只有一个凳子 他凳子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不仅是优标色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了戒体 而且也有无标色的方式来获得戒体 下面就是讲十种禁远戒 十种禁远戒的话 实际上有一些是由标色而得到的 但也有个别的是无标色的方式而获得的 有两种情况的意思 等子的意思是指十种禁远戒 何谓十种禁远戒 十种禁远戒我们前面讲三戒论的时候 前面就是第二瓶 第二瓶将旧一规和信一规 先信一规和旧信一规 分两种一规的时候 将旧信一规的时候 已经描述过 何谓十种禁远戒 佛业远就是自然禁远 就是佛陀和远戒的话 没有其他的上师 没有由标色前面 但是他自己通过证悟 通过以前的修道而获得的 那么这种得戒 实际上是无标色而得戒的 然后依靠真的自然智慧而生起比丘戒 这就是圣一比丘的戒是这样得到的 然后无比丘 依靠真的自然智慧而生起比丘戒之故 然后无比丘以趋入真谛而得禁远戒 就是无比丘他们获得了真谛 获得了真谛的时候 当时获得了比丘戒 也就是说他的戒体的话 也并不是通过言语和通过优标色获得的 所以这三种情况的话 应该是通过无标色的方式而得到的 并不是前面有优标色来表示 然后妙业尊者是依靠善来而得到的 这个是优标色而得到的 可以得禁远戒 然后家业尊者是承认道士而得禁远 这个也是你是我的道士 我是你的声闻 以这种方式来得的话 那么这也是优标色而得到的 而三世由于大文信息而得到的 就是得禁远戒 这个是我们《三戒论》注释当中 有这些他怎么样问的 怎么样回答的 这些都有 众生众母等由宣说罢难断发而得禁远戒 当时八难断发当时专门有一个教证 当时众生祖母是通过承诺他八难断发而获得的 然后宫师女以身传业而得禁远戒 这个是圣人通过这个传线 然后六十三群比丘是由于得归宇 以称许归宇而获得禁远戒 我前面有一个还有 中途十人遍地五人居行 百四戒目而得禁远戒 那么中途的时候十个人 遍地有五个人 因为得不到很多的比丘 所以通过百四戒目而获得禁远戒 然后六十三群比丘 六十三群比丘是通过程序归宇而获得禁远戒 其中自然禁远和趋入真谛禁远 不关带这个游表色 我这里已经说了 真是为了包含他们才说灯子的 因此不关带这个游表色的也有部分的 因此灯子里面也包含了十种禁远戒 下面旁所分三 第一是恶戒世间固定和宰戒的特点 还有巨石戒的特点 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宰戒 宰戒我们三极论当中也可以叫做 金诸戒 宰戒也可以叫金诸戒 然后一般唐僧和知识当中经常讲金诸戒 实际上是扎汉大词典和很多诸书当中 也称之为宰戒 所以我们有时候用的时候 宰戒方便一点也可以叫金诸戒 金诸戒世间能不能固定呢 世间的固定 即于有生之念中即一日内真受戒 无有一日知恶戒 传说彼无次数法 他说有生之念当中受别解脱戒 一日当中受灾戒 一日散戒戒 然后没有一日受恶戒的这种说法 这个为什么是没有说法呢 世间论师在这里也是引用了不满的语气 就是传说 传说有不重 有不重说是没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世间论师他自己应该承认是有这种说法 比如说因为我们受灾戒的话 明日之前 我一天当中可以受金诸戒 我明日之前今天要受保管灾戒 受灾戒 一日当中是这样的 但是恶戒的话它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没有呢 他们说是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如果有这种说法 也是应该是可以的 下面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有生之念正是受七种别解脱戒 一日受灾戒 恶戒的世间也是确定的 无有一日的恶戒 据说恶戒无有这样的数法之国 这是不满的语气 据说无有这种数法之国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里一般是站在 也就是说世经论师的知识 站在近部的观点 然后他的颂词站在右部的观点 然后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说有生之念 当然这个数戒是恶戒也是有的 然后戒律也是有的 这个没有什么辩论的 然后那个灾戒的话 他一日当中是有这个灾戒 那么恶戒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没有呢 这个姿势当中是专门有这个辩论的 就是这个别人就是他们有不总 就是认为是这个 比如说我要受一日的恶戒 就是受一日的恶戒 这样的这种传输方法 谁都是没有的 我这个明天因为他是这个恶行 就是他是这个很 是人这个值得派斥的 值得这个就是 值得这个别人呢 就是通辞的一件这个恶行 就是所以呢 没有一个人是 如果是这个获得是功德的话 那就是可能有些人说是 我那数八观再戒 就是我数一天的戒 就是有这种说法 然后他们认为那个 数恶戒的话呢 就是它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说法的 然后实际伦是说 既然是那个 数那个一日的这种这个行为 是不好的话呢 就是那么数一辈子的恶戒的话呢 就是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不应该有 就是也同样的道理 不应该这个数 你看这个一日当中 觉得是这是很不好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辈子当中 也是数这样的这个恶戒呢 肯定是没有的 如果对方说那个 这个数一辈子呢 虽然是这样这个数 这样的这个恶戒的想法 都是没有的 但是有造恶业的这种 这个想法是有的 比如说我一辈子呢 就是我当这个妓女为生 一辈子呢 就是我当这个屠夫为生 这样的话呢 这个恶戒已经得到的话呢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 从那个一日当中的话呢 就是如果这个数恶戒 也是从这个理论上 从理证上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 就是意思就是那个 说是他这样的这种 一日的恶戒这个产生的话呢 没有任何这个理证的危害 就是没有任何理证的危害 从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呢佛陀呢 只说是这个灾戒呢就是有一日 然后那个佛经呢就是很难以观察 因此我等也可以说是无法衡量 佛经当中是并没有这个 任何经典当中呢 并没有开许一日的恶戒 就是没有这种说法 因此呢 就是从这个理论上讲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三戒方面有一日的戒的话呢 那么二戒呢就是也可以有 就是可以以此类对 但是呢他为什么是没有讲呢 就是佛经当中没有说的话呢 那么我们呢 就是也是只好是那个 就是随顺 按这个近不中的观点 就是按右不中的观点的话呢 他们说是没有的 但是从理论上讲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一日 就是如果有一日的戒律的话呢 就是那么一日的恶戒呢 就是也可以说得通 就是有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里呢 这个地方可能在这个知识当中 是有一点点阐述 就是希望大家自己看一下 然后再接着特点呢 就是有三个方面 就是书法和它的分支固定 还有那个所以固定 就是固定就是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书法 就是他那个书这个经浊戒的书法呢 那么这个 既然一日 他这个也比较好动就是 这个一日当中 这个书持这样的戒律的话 那么这个 如何书这个戒律呢 戒书者是叫 传戒者帝的坐点上 敦坐合掌就是 那么这个书戒的人呢 一定要不管是传法的人也好 或者是传戒的人呢 应该在稍微有一个坐点上坐 然后其他书戒的人呢 在下面合掌 跟随传戒所说的重复三遍 就是必须要重复三遍 不重复跟他同时度也是不行的 先度也是不行的 不然的话对上师有不恭敬的过失 当时装束当如何呢 那么当时的书戒者的装束如何呢 不能配戴一些华丽心意的装饰品 知识里面也说了 如果他自己平常带的 比如说二华呢 或者平常带的装饰品的话呢 带着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你这个为了就是这次这个开发会 为了我们那个藏地的很多在家人呢 就是他们这个有一个发会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箱子里面就是把最好的衣服呢 就是拉出来就是 然后去这个打扮就是 听说是拿一个上师就是穿发 开一个发会 然后是穿那个报官在家的时候 当天一定要这个 就打扮到这个非常好看就是 但这个呢 就实际上作为一个这个 其他的有些书信人的话呢 这时候是不一定特别计较 但是知识里面也讲了 如果他平时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人老了也是特别喜欢装饰品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 他平时都是有带着这种装饰品 书节的时间多久呢 就是第二天这个 也就是说是日出之前 我们现在书节的时间的话呢 早上自己书上的华文书上的书文 能看不清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书完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一般戒律当中的话呢 日出之前也是这样讲的 在戒具足的在戒分八分之 每一个都是要让他重复 不杀生不写信等等就是这样 从何处书呢 在比丘当他者前书 这是一般有始终认为 必须要有一个比丘面前书的 但是其他的有些 按住经部 其他的有些经当中的话呢 是这个居士的话呢 也可以传这个在戒 但是这个居士呢 他自己是具有这个戒律 并且能通达一轨的 能通达一轨 这个在戒一轨的一个居士的话呢 他也可以跟这个 这是有些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那么书节的时候呢 那天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也讲了 一般来讲一日之戒 但是一日的戒律呢 就是按照实情论师的观点 和五诸菩萨的观点的话呢 他是一年当中串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在戒呢 比如说一年当中呢 就是给你串一次 就是在上师面前 然后其他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每一个月的 三十号和初八号这些的话呢 自己在佛前书 就是没有吃饭之前也可以 有些里面说是 吃饭以后书的话呢也可以 首先是一个上师面前书的话呢 那么以后是那个 自己在佛前书也是可以的 每一天就是 每一天就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一年呢 书一次都可以 在此比丘等他在面前书 书节时间呢 就是这个早餐吃钱就是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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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